我觉得我最喜欢的 就是我最想达成的状态是 可儿和洛欣 他们俩其实是不同的风格 就是可儿跟洛欣给人都有感觉是 没有很刻意地在做这个事情 而且他们就是表达 还有质地语言都非常的 让人很舒服 就是不像那种小孩在装大人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就像可儿和洛欣 其实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就可儿可能会更外放一点 然后洛欣更内敛一点 但是都给人感觉很真诚 我感觉他可能真的是 进入职场淬炼之后吧 但当然也是需要大家主观地去学了 慢慢慢慢去接受这些东西 就把它当作是一种技能吧 那你们带着自己觉得 如果说咱们哪天参加一个这样的酒会 你们会像哪个实习生 我觉得我目前应该还是像紫薇那样 让你们印象比较深刻 毫无疑问是乘可儿吧 可儿 他根据证人的那个漏洞 来进行一个复盘和梳理 我觉得这个能力真的值得学习 对他问到第二个证人的时候 还能联系到第一个证人的证词 然后把两个证词对比找到漏洞 我觉得很厉害 最控制不是一个很难 深层 在没有自信的基础 太能共情了 就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 我觉得你做很好 这是义和爱的问题 我是爱人 反正 我稍微一点点 工作之后呢 你别爱人了我发现 对大家觉得要不要为了工作而改变自己的性格呢 我觉得他说这个点可能是针对那个 你要有表现力 你要外放出来 把你的东西展示出来给别人看 但是他可能就是属于比较内敛沉稳性 可能就不太会有那种表现出来 对 但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跟他 就是跟一个人是爱是意没有关系 可能像洛欣自己总结的 他是一个没有办法在 他觉得自己这件事情做的不是很好的时候 他去获得一个底层的自信 他可能很难去获得这个东西 就是工作跟生活其实可以分开 就你工作的时候你就是另一套人格 然后私下就是你本身的性格咋样 都无所谓 那大家觉得目前的分组名单 你们都看好哪一组呢 我现在比较看好辩方 就是可儿他们那一组 因为觉得他们组的整个士气 还是斗志满满 就士气很高 我也是支持辩方 因为两点嘛 第一我还是觉得 刑法的核心还是在于辩护 然后第二点就是支持 不那么被看好的辩方 所以期待他们可以逆风方盘 如果让你们也参与这场模拟法庭的话 你们会不选哪个队伍加入 虽然这个好像有点得罪人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大家讲出自己的理 辩方 不想 不想选辩方 你这不解释的言情不一定吗 逆风局喜欢看别人打 但是我自己不想打 对 非常厉害 这里我好熟悉 这里我好熟悉 我看过好多次 虽然好像没去过 但是特别熟了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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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校 就是如果要是游客的话 还是推荐去那个main building 就是主楼 因为它是 就是最历史悠久 最古老的一栋楼 然后还非常漂亮 虽然好像没去过 但是特别熟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学校 就是如果要是游客的话 还是推荐去那个main building 就是主楼 因为它是 就是最历史悠久 就是最古老的一栋楼 然后还非常漂亮 你快点吃 就开始聊游戏 我也有试标 真的吗 你爽大了 我们再聊游戏我要打人了 哇 哇 好简啊 好喜欢 你喜欢这样的心情吗 就很简 大家觉得这种职场中的高度责任感 是好事呢 还是坏事呢 是好事的 请举手 是好事的 请举手 我们很想干嘛 自断说是职场 自断职场生养 高度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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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觉得职场中是需要有 正常分量的责任感 不需要有高度责任感 因为就是 虽然责任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但是一旦 什么事情过度了 就会 一定会导致一些负面的事 比如说 会让你情绪很容易崩溃 然后压力会过大 时常怀疑自己 就是会陷入一些很不好的情绪 所以我觉得高度其实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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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好去 他好好去 哇 他们真的好好啊 对啊 就还专门办了这个酒会 来培训他们这些社交技能 对 请法学院增加一门这个课程 我觉得应该报名的人会非常多 对啊 学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 他就是 感觉在演讲 好强 我觉得感觉跟Kim很像 Kim也这样 Hello everyone 很高兴见你们 My name is Grady And my Chinese name is 陈仲菊 艺人的天堂 艺人的地义是吧 但我觉得在这种社交场所 你可能不得不变为艺人 艺人 看着这彩灿的灯火 我再来上两颗 艺人 艺人 这是什么 艺人 而现在就要加上第五条 顶楼脚 哇塞 太吵了 太吵了 警察 他就是指出了他这个作证人的动机可能不纯 他是因为利益相关者 而且因为他的罪名从谋杀罪降为了过世杀人罪 可能是存在和警方的一些交易 好 他这里是记起他拿的是成用雕像 但是Alex说他拿的是个瓶子 玻璃杯吧 当然有个问题啊 就是他这个forensic的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是 然后就是他的情妇 他的lover 如果是他从门后进来的伤口 应该在后脑上对吧 但是Manny是正对着他的 所以他攻击他只可能在前半部分 这个词也是辩方可以去问X的一个点 因为这个可能是要更专业的判断 比如说如果这个人在虐待你的时候 你是这样打他 还是这样反过来打他 反正在怎么打回手套 你绕到他后面 你绕到他后面 回手套 这样你很难给他一个支 你应该够不到他的后脑手 但是他如果喜欢他照顾过什么 还找了另外一个lover 这个就是 人和人可能就不一样吧 十二一个太累了 我要十个 感觉 感觉洛欣有点 有一些人受到打击 对 对 没结案之前空遍双方 吃饭简直像修罗场一样 所以他们为什么要故意把他们聚在一起吃饭 他们好坏 我觉得罗里涵就是一个 贴心的队员 他的角色很重要 是的 我发现你们俩是他的忠实粉丝 第一天庭审结束之后 你们觉得实习生们的状态有哪些变化吗 在座的这个也有领域 会处理一些公司的 就是法律问题 就是能看到一些商业 商业世界的 不太好的手段 但是就是你作为律师 你又不得不去维护你的客户 然后每次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就会感到很痛苦 就职业道德和自己的工序良所上的道德感 产生了冲突 对 就是可能不同的角度来说 就是因为即使是一个有罪的人 他也是值得被辩护的 但是我们辩护的点 并不是说他有罪 我们把它说成是无罪 但只不过是他在有限的框架里 我们如何维护他应得的一些权益而已 如果你发现他真的有罪 你就直接说我不干了吗 虽然从一个世俗的角度来说 对如果你真的没办法接受的话 你可以选择不接他的案子 你可以不接他的案子 就直接走 但只是我想说 如果真有这种不可发生的冲突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通道的 你就是可以撤退 是你是可以选择不接这个案子 但是如果你要这个案子继续接下去 出于职业道德上面来讲 就是一般就不会去做这件事 嗯 你们觉得哪一方会赢呢 我觉得是变方 变方小胜 我只能明确感觉到有两个是 同志说 他怎么这么精确 他表情有点头棒 我觉得陪准他一定会很谨慎的 因为这是谋杀罪是一个 量刑非常重的罪名 整个事件 哀人反正 我稍微一点点包 工作之后呢 你别哀人了我发现 确实 因为之前是接触到的 可能都是学校啊 然后从小到大 就是一个比较休闲的环境 稍微多一点 但是在工作当中 其实你这样的机会 会越来越少 你会觉得自己的能量 其实没有办法得到 及时的补充 所以它的外在表现 可能就是你看起来 会有一点挨 就是你的能量值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觉得 对于一个艺人来讲 他在工作之后 就非常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包括怎么样在工作当中 去找到自己的一个新的意志 嗯 结束节目之后呢 我是先回英国了一趟 然后收拾了一些东西 然后也下了决心说 可能要先回过工作一段时间 最近也刚在一家律所里 开始工作了 大家都知道是哪家律所 对 就蛮喜欢现在自己的状态的 因为我觉得每天都能学到 很多东西 我觉得这是个很值得的事情 嗯 这一年变化太大了 就是彻底的结束了我的学生时代 然后开始变成一个打工人 然后就希望自己可以在律所里好好成长 然后早日成为一个理想中的那种律师的形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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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